来自全国200多所高等院校的64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 经总参谋部批准日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这次被批准入伍的大学生是从2000多名积极应征者中择优录取的 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占入伍总数的10%以上 女生约占1% 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万年上将 专程来到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 亲切看望和慰问这些写笔从容的爱国之子 勉励他们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和钻研我军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立足军营建功立业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纪委监察部今天召开大会 表彰委部机关在办案中做出优异成绩和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严建宏 巨额贪污受贿案调查组荣理集体一等部 丹东汽车走资案调查组荣理集体二等功 查办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李善友 重大诬陷受贿案的负责人齐培文荣理个人一等功 中纪委副书记胡宗斌号召纪检监察干部 向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学习 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发扬敢于碰硬的精神 同时指出对打击报复办案人员和举报人的案件 要依照法计从严从快查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全国农村妇女参与发展 继双学双笔活动研讨会 今天在北京召开 全国双学双笔活动领导小组组长陈木华讲了话 他说双学双笔活动开展六年来 全国有一亿两千万农村妇女参加了竞赛活动 他们当中涌现出大批种植能手 养植状元 致富标兵 目前农村妇女创造的产值已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0%左右 在乡镇企业职工总数中 妇女已达到40% 这些表明农村妇女已成为发展农业和农业经济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会上说 当前我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就是要在今后六年的时间里 使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000亿公斤 因此开展农村妇女的双学双笔活动 应同农业增产任务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广大农村干部应当把这项工作当作分内的事情努力办好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天是中日甲午战争 吕顺寻难同胞百年继承 大连市各界群众在掩埋着近两万具尸骨的万中墓前 举行隆重的祭典仪式 1894年发动了起列中国的甲午战争 4月21日侵入女生口 对我们五国百姓进行了四天血腥大毒杀 两万多人参死在日军出道之下 1895年的春天寄中尸体 火花以后就埋在白玉山东路 当时擦了一个牌是清军阵望将士子墓 掩盖他们的罪行 这是中央台和大连台报道 本台消息 交通银行于今天首次在日本东京 成功地发行了五市债券 这次发行的120亿日元 五年期五市债券 主干事是日本的日新证券公司 主受托银行是日本新业银行 这是交通银行第一次进入日本市场发行债券 11月1号零点 随着甘南藏族自治州 卓尼县1000门承控电话交换机开通运行 甘肃省县区以上城市 全部告别了落后的摇巴子电话 实现了地州市电话交换承控化 省道地电信传输数字化 县区电话自动化 为配合环境保护法 日前沈阳市保险公司 在全国率先开办了 企事业污染环境责任保险 它对企业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 造成环境污染和人员伤害 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安可拉着 安可拉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